昨天國民黨還有臉喔 開記者會 說國民黨南投憲黨 被要成立抓鬼大隊 拿出這個什麼 打鬼棍 棒打 會選散財鬼 聲勢造謠鬼 恐嚇嚇人鬼 文宣破壞鬼 慣放抹黑鬼 欸你真的要打的話 馬回去已經變蠟肉給你打了吧 這全部是馬回去幹的事情啊 他不只是政二代 還有特權 贈給二代 特二代 他一直提到的 82721條款 就是82年 到底什麼時候成租的 91年喔 82年之前 都是佔用喔 非法佔用 我們的國有地 以前還沒動省的時候 那個都是省政府的地 他爸那個是什麼 省議員喔 省議員你怎麼有辦法知道 哪一些是省有土地呢 所以你就是用特權去查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佔用起來囉 如果有被發現的 就成租 沒有被發現的呢 現在不知道還有幾筆喔 91年 馬文君當過埔里鎮長 復承查見 違見的 這是政公所要負責的 那你家違見你不用查嗎 你要簽約的時候你不用查嗎 你有沒有賭職 最重要的特權 他後來一百年當任立委了嘛 後來你國有土地承租 要續約嘛 那你國有財產署是誰監督的 立法委員喔 根據我們公職人員的一個 立委迴避法 你不能租用國有基地喔 我們有一個法案是要求 立法委員齊齊齊配偶 不得租用國有財產 甚至國會助理都不行喔 竊節書本人非立法委員 或是他的相關關係人喔 那你承租的時候 這一張竊節書怎麼會過 馬文君從來不簽有沒有結束 保密協議他也不簽 你以為馬文君會簽這個嗎 那沒有簽的時候 國有財產署你怎麼租給他的呢 那你是不是又 又特權呢 所以你看特權 從他爸開始就是特權 又把特權送給他的女兒